经济一甲,首次罗马打笔将在周一凌晨进行,届时罗马坐镇主场迎战拉素,M直播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拉素近期整体状态不如罗马,但他们客战能力出色,此番走房主场进攻火力平平的红狼,蓝英带走一分问题不大。 10月份以来,罗马联赛五战拿下12分,凭借这波抢分试头球队排名得以上升到积分榜第四。 而在另一条战线欧洲联上,红狼莫伦分组赛依靠罗伦素,伯利坚尼的12码没开二度以及尼高禄。 新尼奥路的建功,最终主场逆转卢多格德斯收获宝贵三分,同时排名锁定在小组第二,从而获得征战附加赛的机会,球队近段时间的状态有目共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罗马经济以甲打应战的能力有所不足,除了克胜国际米兰一亿让人惊讶外,其余四仗失分,场次对手全部未现实际分榜前八队伍,当中更是输掉三场,失利场次无一例外全部无法破门。 此外,罗马是目前一甲前八名中进攻火力最弱之队,12轮仅得16球,其中,主场入球能力甚至更低,雪上加霜的是首席德分手保罗。 戴巴拿有伤在身无缘披甲,而剩下在主场完成过破门的就只有后卫祭司。 史摩宁和罗扎 伊宾尼斯,红狼本轮想要抗衡拉速就只能寄望罗伦素。 伯利坚尼和尼高禄 新尼奥路延续上仗在欧洲联的出色状态。 阵容方面,后卫里安纳杜 史宾纳苏拿和中场左珍尼奥 维拿杜姆等人商缺 反观拉速近期有所失魂 先是上轮联赛主场不敌平庸之师沙兰利坦拿 跌出了积分榜前四 紧接着在欧洲联分组赛莫伦又输给飞烟诺 最终排名小组第三无缘出现 双线连番受挫无疑为蓝鹰本轮挑战罗马蒙上一层阴影 无独有偶 拉速当家射手失路 恩莫比尼同样有伤 他此前已经因伤连续缺席四仗各项赛事 示意或将继续高挂免战牌 与此同时 中场核心杀制 米莲高瑜杀玉也因累计黄牌构数 而被罚作波奸 他们两人若然同时缺阵的话对蓝鹰的影响不言而喻 幸好拉速经济联赛军场入球达二个 阵中攻击首马迪亚 萨卡尼 洛尔斯 艾巴图和百度 洛迪古斯等人都在课场取得过入球 而作为罗马就将的百度 洛迪古斯也在上季攻破过老冬架的大门 此时此刻的蓝鹰需要此子再度挺身而出 当然 防守才是拉速的主要区分武器 最直观的数据 当属他们五次联赛出征 只失一球 这正是蓝鹰为何至今仍保持住客场不败金身的原因所在 尽管近年客栈罗马营少输多 但拉速依然有望凭借滴水不漏的防守全身而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